调查显示7纳米芯片开发者 40%以上年薪超50万 近日 半导体力达工具企业 新思科技全球资深副总裁 兼中国董事长葛群称 从今年收到的问卷调查中 他们发现 工艺制成越先进 开发者的收入也越高 其中7纳米以上芯片开发者 超过40%年收入达到50万以上 而在28-40纳米成熟的工艺领域 有40%的人群年平均收入只在20万左右 虽然收入提高了 但芯片需求的增长 也让开发者普遍面临着时间紧 项目延期的挑战 为此 新思科技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一代技术 包括覆盖从40纳米至3纳米芯片设计的 超融合平台 Susion Compiler 用于芯片设计的自主人工智能应用程序 DSO.i等 希望帮助开发者提高芯片设计的效率